最近,印度总理莫迪就公布了竞选宣言,其一是在2030年前超越日本,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,其二则是取代中国,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工厂。 这下可好,莫迪此言一出,莫迪已经很明显超三感二,就是想最大程度,利用本国的人口红利,从低端制造业开始发展经济。 这个模式在中国已经印证是对的,而最近一些国际大公司,正在悄悄把工厂,从中国搬去印度。 印度赶超知识很强烈。一家总部设在美国的印美关系公司,向印度报业托拉斯透露。 有大约200家美国公司,要把他们在中国的制造基地迁往印度。美国对印度的投资投资明显增长。 仅去年该组织的会员公司,对印度投资,就达到了500亿美元。 具体是哪些公司要去意度建厂? 首先是电子代工老大富士康。 近日,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,全球电子合同制造商伟创思通和富士康,计划在未来五年中, 共同投资750亿卢比,约71亿元。 郭台铭称,他将在2019年9月,苹果新产品释出期间,正式在印度开工。 他直言印度市场上的工人工资,比中国的工人工资,便宜三分之一。 中国工厂人工费越来越高。 还有韩国电子巨头三星。 去年12月,由于销量大跌且劳动力成本上升,三星已经停掉了在天津的工厂。 三星手机在中国手机市场的市场份额,已降至0.7%, 而据海美Electronic Times报道,作为替代,今年三星将在印度诺伊达建成的全球最大规模的智慧手机工厂。 更有美国制造明星企业,著名摩托车生产商,哈雷·戴维森。 最近因销量不佳,股票已经跌至8年来最低。 哈雷公司已经宣布,会将中国部分工厂往印度、泰国转移。 这样销售回美国,就可以避免高额关税了。 不仅是美国企业,连中国企业也往印度建厂。 2017年12月,印度将手机进口关税,由10%提高到15%。 2018年4月,一日,又进一步提高到20%。 其他装置关税也相应提高,受此影响。 包括小米在内的众多外资手机企业,不得不将组装厂搬到了印度。 改整机进口为零部件进口。 印度政府意图很明显,就是抢占中国制造业份额。 一份英国金融时报的统计表明,仅在印度制造战略实施一年不到的时间内, 印度就取代中国,成为世界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接收国。 按照这种趋势下去,虽然大家喜欢调侃印度,但这个国家很可能迸发强大的制造业活力。